美国歌手奥利维亚即将推出新专辑回归 其中主打歌Vampire 则是在6月份先行公开 播歌曲中的歌词是写的人 追求名利的人 像吸血鬼把我吸干 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此前奥利维亚发行首张专辑时 曾有两首歌 被歌后泰勒斯指出 与他的作品有部分相似之处 从而必须向对方支付板税 因此我们猜测 他可能对泰勒斯心存不满 才会在这次的主打歌中 利用歌词来暗讽对方 既然奥利维亚在受访时被问及此事 他惊讶地表示 居然有人会有这种荒诞的想法 同时也强调他不会利用歌曲来影射任何人 间接否认了谣言 通知者会有事 通知者会有事 同时自听力尽 通知者会有事 资历 未经许可